Theoretical Analysis 那在介绍理论分析之前呢 我们再把前面的章节稍微复习一下 在前面我们定义了导数 这个式子就是导数F'A 那当然之后我们讲了一些导数的计算公式 那么导数就可以很容易的算出来 比如说前面这个立体5 有了导数公式导函数非常的容易算 这是6x平方减4 那1带进去的话呢 这个就直接是2 这个立体6 根号的导数 这个是2根号 然后里面要再导一次 圈入了 里面再导数又多一个2 所以月掉 根号2x加1分之1 那么4带进去的话呢 这个是等于1分之1 有了导数公式 像立体5立体6很容易算 那立体7之前我们就利用导数的定义 像这种这种这么复杂的式子 然后在1的函数只是0的时候 这个用导数的定义算会比较方便 那么要用导数公式算的话 这个算起来式子非常的复杂 那算出来的结果也绝对和导数的定义是一样的 那像立体8这个绝对值 绝对值是没有导数公式的 所以上一次我们也是利用导数的定义 推导出来 那这个导数算出来 我们分左导数右导数的话 上一次我们有说明了 这里是一个尖点 尖点的话从左边看 切线的斜率跟右边切线的斜率 两边不相等 这个就是导数不存在 属于不可为分的一种情况 再来的话立体9 我们当时也是用导数的定义算 算出来的结果呢 这个无限大 无限大是导数不存在 无限大的话 这个叫做不存在 那导数不存在的话 我们就是一个不可为分的点 所以这里呢 垂直切线 垂直切线的话 导数是切线 那切线斜率不存在 这个是切线是垂直线 也是一个不可为分的点 然后这里有一个性质的话 就是导数存在 一定要连续 因为导数是代表切线的斜率 切线要存在的话 在这个地方一定要连续 所以上次我们有归纳说 不可为分的点 不连续它是不可为分 就是导数不存在 尖点 还有垂直切线 这三种情况呢 是不可为分的点 然后那换句话说 可为分函数的话 一定是一个连续的平滑曲线 所以上次我们在立体时的时候 我们如果碰到这样一个分段函数 它是一个可为分 在x等于1可为分的话 那可为分就是导数存在 导数存在 第一个就要是连续 连续在分段函数的话 在x等于1的时候连续 连续的话 我们1带到这个函数 这个是-1 跟把1带到这个函数 两边一定要刚好结起来 第二个的话导数存在 必须左导数 左导数 左导数就是我小于1的地方 这个是2x-2 那1带进去的话 这个是等于0 跟右导数 右导数 这个是a 那么用1带进去的话 这个还是a 所以这两个要相等 才会使得导数存在 所以用这两个式子 我们就解出来了 a是等于0 这里b的话要等于-1 这个是我们前面所介绍 可为分函数的这种性质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第一个极致定理 Any continuous function 在ab 区间连续的函数 Must reach its absolute maximum and minima 在b 区间上面的连续函数 比如说我们随便画一个 b 区间上连续函数 或者是继续延伸 像尖点 尖点这是一个不可为分的点 那你一定可以找得到 它的绝对极大值 绝对极小值 比如说以我们画的这个图形的话 这里可能是绝对极大值 这里是绝对极小值 Fermit定理 Fx reach its relative extreme value at x.a and fx is defiable at x.a then 一阶导数为零 假如F是一个相对极大值 在x等于a的话 并且它是可为分 可为分的话就是不是间点了 不是间点又到达相对极大值 相对极大值就是 我们只看这样小范围 小范围的极大 它不是整个的最大 它只是一个小范围的最大 或者是最小 这里会是一个相对极大值 这里会是一个相对极小值 但这种呢是不可为分 间点不可为分 这个我们刚刚有复习过了 那么可为分 又是一个相对极大 或相对极小 你可以发现怎么样 在这个地方 一阶导数为零 一阶导数就是切线的斜率 这里的切线必须是水平线 那不可为分的点就是导数 怎么样不存在 导数不存在 叫做不可为分 那前面我们也解释了 不可为分的点包含了 垂直牵线 不连续点 以及间点 换句话说 对一个图形来讲 我们想要找出 像这种相对极大 相对极小的点的话呢 很重要 它会产生在 一阶导数为零 或者一阶导数不存在 那么既然这种点 很可能就是它的 相对极致产生的地方 所以我们把 一阶导数为零 跟一阶导数不存在的 这个点 我们就叫做它的 critical value 它的一个 灵界的 一个数的 一灵界的一个数 数字 critical value A就叫做F 它的critical value 换句话说 我们要找critical value 我们就先求 一阶导数 一阶导数 这个是 x的三分之四次方 减4 x的三分之一 所以是 四分之四 x的三分之一 次方 减4分之四 x的 负三分之二 次方 负三分之二 次方 就是三分之二 次方在分母 好 我们三分之二 次方写到分母的话 三分之四 提出来 前面这个式子 就变成x 这个就变成1 好 所以一阶导数 算出来的话 一阶导数为0 是在x等于1 一阶导数不存在 在分母为0的时候 一阶导数不存在 所以它的critical value 有两个 1跟0 好 这个是对 函数图形呢 有可能会产生 相对极致的地方 我们就把这个数 数字找出来 就是在1跟0 叫做critical value Rules定理 这个是我们从图形 可以很容易解释的 一个定理 假如f is continuous on inab fx是在ab 区间上的连续函数 ab 连续可为分 并且ab两个函数值相等 连续可为分 ab函数值相等 ab函数值相等 我们就画 这两点的函数值一样 连续可为分 就是用一笔画画一个平滑曲线 画出来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出 这个图形 一定可以找得到一个 一阶导数为0的地方 一阶导数为0 就是切线 是水平线 这个地方导数为0 这个点是alpha 所以在alpha这个地方 它对应有水平切线 也就是一阶导数为0的点 这个叫做Rules定理 我们翻译成 弱尔定理 那不过我们记英文就好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立体7 Y这个是一个多项式函数 那么它一定是连续可为分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函数 目前我们还不会画函数图形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这个函数呢 X曲线无限大的时候 它会无限大 然后这个是1,2,3,4次方 负无限大的时候 它也是无限大 然后这个函数呢 在负4 负4,负1 负1 还有0 跟3 这几个点 函数值会0 所以这个函数图形会过这几个点 所以我们呢 大致上可以把图形 连出一个连续的平滑曲线 现在我们还没有要精确的做图 我们只大致上连出一个连续的平滑曲线 依照Rose定力我们就可以知道 它一定可以找到这里会有水平切线 所以证明呢 那依照这个就是Rose定力 这里有Alpha1,Alpha2,Alpha3 它一定会有三个地方 有水平切线 把Rose定力再推广这个叫做MeanViral Theorem 均值定力 均值定力跟Rose定力差别只在少了函数值相等这个条件 这是连续可微分 现在函数值不一定要相等 所以A点跟B点高度不一定一样了 这是A,F of A 这个是B,F of B 连续可微分 我们就是还是一样画一个 一笔画的平滑曲线 那均值定力告诉我们什么呢 连续可微分曲线的话 它一定可以找得到一个Alpha 接在AB之间 使得Alpha的导数 导数会等于这个式子 那这个式子的话 我们画一条过AB两点的直线 你就可以发现这条直线的斜率 斜率是A-B F of A-F of B 绿色这条直线的斜率是这个 那么均值定力告诉我们呢 在AB之间 在连续的平滑曲线 从图可以看得出来 一定可以找得到什么呢 Alpha 接在AB之间 Alpha接在AB之间 那么导数 导数就是切线的斜率 那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咖啡色跟绿色这两条直线 是平行的 平行的话 那么斜率就会相等 所以立体8 立体8的话呢 给AB两个点 在抛物线上 第一小题 求AB直线方程式 AB直线的话 我们就先求斜率 斜率是等于 4-1-3-2-5-1 直线方程式 用点斜式过A点 Y-2等于斜率 X加1 然后画减-1-3-2-2-1 所以应该是减1等于0 第二題 Find the point on the arc AB That is voiced from the line AB 这是一个跑舞线 这样一个跑舞线 当然可以看一下它的 可以稍微算一下它的丁点 然后我们大致上就可以画出这个跑舞线 我AB两点 AB两点的话连成一直线 那这条直线我们已经 刚才算出来了斜律是-1 那哪一条直线会跟绿色这条直线最远呢? 最远 这个 哪一个点 哪一个点在AB AB这个弧上面 这个是A 这个是B AB的弧 AB的弧 是这个 在弧上面哪一个点 距离这条直线最远呢? 距离这条直线最远呢? 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什么呢? 这里是切线 跟绿色这条直线 斜律相等的时候 这个点 这个点 就是跟AB直线距离最远的点 那这个点的话呢 如果是α 这个是α 它要满足什么呢? 切线的斜律 切线的斜律就是导数 要等于什么呢? AB直线的斜律 AB直线的斜律是等于-1 好 斜律相等就是平行的时候 这个点跟AB直线距离最远 所以它的导数 我们就先算一下 导数 导数就是 dydx dydx2 x-4 要等于-1 所以在哪一个点呢? x等于 2分之3 好 x等于2分之3的时候 我们解一下 y等于多少? y等于 x平方 减 4x 减3 4分之9 减9 负的4分之27 好 所以哪一个点距离 那point point是 2分之3 负的4分之27 这个点 好 距离AB直线最远 好 接下来的应用 好 就是我们刚才有复习到的 递增递减 递 递增递减 好 这个是 在第二章讲到的 递增递减 递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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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阶寿数大于0 递增 递增 一阶导数小于0 递增 就是递减 所以 我们用递增 地增用的判断方法 一阶导数大于0 地减用的判断方法 是一阶导数小于0 所以立体9 Find the interval of decreasing of f 那既然一阶导数 判断地增地减 先把一阶导数求出来 那么现在是要求 decreasing是地减 这是x-1 x-1 所以这个一阶导数的话 分别在 0 1 负1 这三个点的时候 这个一阶导数会等于0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三个点 把数线分成四个部分 大一的时候 我们带进去这个式子 是正的 正的就是地增 这里是负的 正负 这是不等式 从右边过来 正负 正负 所以现在要找地减的范围 所以地减的范围的话呢 这个地减 地减是从小于负1 小于负1 就是负5线达到负1 还有呢 零1之间 零1之间 这个是地减 立体词 Finded Monotonic Interval Monotonic是单调 所谓单调区间 单调区间的话 就包含了单调地增 跟单调地减 那要地增地减的话 还是一样 要先把一阶导数求出来 一阶导数求出来的话呢 要用相除的导数公式 相除先把分母平方 分母 乘上分子的导数 减掉分子 乘上分母的导数 所以这个式子 把它整理一下 这个6x3次方 加6x减4x平方 减4 减6x3次方 加8x平方 再减6x 消掉 8x平方 这个是等于 4x平方 6x减6x 再减4 这是x减1 x加1 这个式子的话 分母横正 所以在数线上 只要考虑1跟负1 这两个点 首相系数是正的 从右边 从右边过来 正负正 正是地正 负是地减 正是地正 所以我们 得到monotonic 单调地正的范围呢 是在负5线大到负1 连击1到无限大 地减的范围 就是在负1跟1之间 求相对极致 Find a relative extremist 相对极致 那什么叫做相对极致呢 先地增 再地减 这个就是一个relative maximum 相对极大 如果先地减 再地增 这个地方产生的 就是相对的极小 相对极小值 所以相对极致 包含了极大 相对极致 会包含了相对的极大 跟相对的极小 那么分别就是从一阶导数 先大于零 再小于零 地增再地减 相对极大 先地减 再地增 这个就是相对极小 所以判断相对极致 我们也是一样 先把一阶导数求出来 这个刚才算过了 三分之四 减四 x的三分之一 这个我们算过的 三分之二 把三分之四提出来 这个是x减一 因为这个式子的话 三分之四常数 三分之四方横正 一阶导数 只跟x等于1 这个点有关 大于1的时候 从首相系数正的 所以右边正 是地增 小于零的时候 先地减再地增 所以在1这个地方 产生的是一个 相对的极小值 相对的minima minima value 相对极小值 是在x等于1的地方 所以我们算相对极小值的话 还要把1带进去 1带进去的话 这个等于-3 是它的相对极小值 那下面这个定理 我们就不再介绍了